市府在103.4月11日跟民間機構進行促倉案的簽約 目前是由民間機構進行新建工程 因為在民間機構的申請建造執照當中 因為都計跟建管的法令檢討 延伸了287-2跟288-1跟289-3比1號其名例的問題 所以都發覺在建造部表加速 請文化局集群的土地納入整體利用 所以我們因為這三筆土地並非屬於原來土地公告範圍 因為這三筆土地位於原區西南側的路口處 然後現況視為人形通路跟綠地畫圖使用 所以為了整體有效運用 所以在108年7月10號請李田郎委員 詹編田田委員跟劉淑英委員等人 去進行專案小組會攤 那會攤結論是建議這三筆 土地定作土地範圍新增這三筆土地 那另外增加所謂是含車庫跟戶房 那為土地的部署設施 那方案小組意見將續行送文資會審議參考 那有關文資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先參閱報告書資料 那這個是目前漆海漁所埔基範圍的位置 然後它在國安局跟海軍總部之間 那這三剛剛所提的三筆土地 在這一個園區的就是左下角這個部分 剛好是入口處的地方 那這就是航照圖 就是現況三筆土地的一個狀況 這是現況照片 那另外剛有提到說 所謂是車庫跟戶房 就是在武基本體的平原當中 這是左上角是車庫的外觀 那右下角是目前戶房的外觀 這是因為目前這三筆土地 是屬於台北市跟國有地 還有國有地和國有地 那目前是屬於化特定專用區 那因為這三筆土地 是目前位於西南側的路口處 是當時掌護總統經過先生 他主要的出路通道 所以跟國際時間是有一個地域關聯性 另外守衛市跟戶房 因為他在國際庭園當中 所以也是當初經過先生居住時 使用的相關的建築物 那專案小組的建議是 建議古基地多土地新增 這三筆土地外 還有另外增加所謂市跟戶房 那為古基地的附屬設施 那指地外圍的影響評估 這三筆土地 可以拉入古基地 或土地外圍可以有效避免 其營地的產生 然後促進整體利用 那目前的是有地 跟持有持本土地 及有文化局權管 後續落地 會進一步有文化局去辦理波用 那另外 所謂市跟戶房 為了配合古基本體的規劃使用 維持環境監控和停冷空間的功能 然後戶房作為文物的儲藏空間等使用 那你辦 一起同意變更 市定古基的地圖土地範圍 那除了剛 原來 建築物客戶的土地 是松山區北安二四小段 二零五至六 原來四十三筆土地之外 在金針二八七指二 二八八指定 二八九地號 共計四十六筆土地 那變更理由 為了原區整體有效利用 跟後續管理維護 擴大五基定國土地範圍 它符合五基指定被指審查辦法 第二 考慮一下第三筆指定的精準 第二 所謂市和戶房可為 五基再利用必要設施 而保留旅扣需修附籍再利用規劃使用 第三 本案提起本人議會審議 191後半的後續 以上 以上的報告 兩者 對 四十五 除了 四十五 四十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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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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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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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34年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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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